厂长和慈善家来了一场正面对决,厂长说道,你拿一个破手电筒,在我的眼睛照来照去,我忍一整场了,现在就剩你了。 你说你想干嘛吧,然后慈善家说道,我就想把你的眼睛晃瞎了,然后厂长说道,你知不知道我戴着面具,你拿个破手电,在我面前晃来晃去,对我根本没有任何的影响,你知道吗? 慈善家说道,我就要你干掉,有本事你来打我呀。 厂长说道等着,然后厂长拿着鲨鱼锤子直接一下就敲到了慈善家的脑袋上,我让你装,刚才在跟我平嘴我就没有理你,现在看我不把你打倒。 然后小慈善家直接没有站稳一个两枪直接摔倒了一旁,厂长趁着慈善家没有站稳的时候,然后直接又取出了他的鲨鱼锤子,然后一下又将,慈善家打出了好极迷远。 厂长说道,今天我就让你去见阎王,哈哈哈哈,打了好长时间,慈善家也没有认输,但是游戏就不能结束的。 厂长说道,你这家伙还真挺胖打的,为什么我把你打成这样你还不认输啊? 慈善家说道,我今天是绝不能输给你的厂长,我今天要替大家复仇呀,所以我要跟你决一死战,你是打不死我的,哈哈哈哈,厂长说打不死你,那你就是是我的。 厂长,这一招,然后厂长又取出了他的绝招,鲨鱼锤一锤子将慈善家直接打翻在旁边的地下,慈善家一动也不动,然后不停的微弱的喘着气。 厂长看到说道这次我看你还有什么办法,你是不是已经爬不起来了,慈善家,还是没有说话。 厂长,厂长,心想这局看来,我终于赢了,小子有本事你再起来呀,看我不把你做得满地找牙,喜欢小编的不喜欢小编的都可以动动你们的手指,点个关注和转发第一时间关注最新动态文章不迷路哦,也希望你们会喜欢哦,你们的支持会是小编最大的动力呢,记得关注我哦,比心了。 第五人格,慈善家变身抗揍沙包,厂长,这次是我最累的一次战斗版权声明,图片冤于网络,如有心全请联系删除。